很担心的颜色 红柜 你们家全是黑的 简直暗无天啊 让人期待的色彩 色彩 能够搞出高贵和性感 难以想象的试会 我这个鞋柜 我是做成家 一直提过去 有个转角的 结果呢 他师傅呢 把这一块漏掉了 无法预料的意外 这小管在里 这么大的一个口味 好心大 是 充满变数的48小时 本期交换空间 带给您更多精彩 交换空间 交换精彩 大家好 这里是交换空间 我是宋鹏飞 今天这期节目 是我们在杭州 拍摄的最后一期了 哇 我好舍不得 这么美的景色 要走了 好了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参加我们节目的 两个家庭呢 他们都不约而同的 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增加 他们的收纳空间 储物空间 这是一个 不太容易完成的目标 因为我们的设计师 跟我说了 说飞哥啊 你说他们 一万元钱 48小时 要增加那么多 储物空间 我这怎么能搞得定呢 我说你搞得定要搞 搞不定你更要搞 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我们现在 非常期待 改造之后的结果 好了 闲话不说 马上来认识一下 今天参与节目的 两个家庭 首先出场的是 一个三口之家 男主人林建伟 酷爱书法 每逢春节 一定得挂上 自己写的春联 迎接新年的到来 这是我写的一部对比 上里是 交换空间 来我家 夏林市 方天护地 喜明星 横丁市 惊喜连连 林建伟和胡敏 小两口的家 给人的感觉 就是简单 除了电视墙 自己装饰了一些贴画 其他墙面 都是白的 这次改造 夫妻俩破气希望 让目前近乎 零收纳的空间 变得更实用些 我们家宝宝 八个月大了 他用的东西 比较多 现在基本上 是放在客厅的 电视柜和茶几上 所以客厅 看上去比较弱 希望通过这次改造 能增加收纳空间 让我们的客厅 更加整洁 统一一些 黑白灰设计搭配的 简约现代风格 我们一直都很喜欢 希望设计师 能够保留这一点 变必须要变 现在你家我做主 性格活泼的设计师 曹文昌 对于设计 有着自己的向往和追求 我最崇拜的 女建筑设计师 萨哈哈底德 她那惊人的想象力 真的让我很折服 这也是我一直 所要追求的方向 这次曹文昌 不想满足业主 对于色彩的需求 而是希望带给业主 更多的色彩体验 业主希望延续 原来的黑白灰 但是这样太缺少 家的温馨感了 而且他们家有宝宝 所以这次设计 我会引入一些 甜蜜的糖果色 让黑白灰 与个性的彩色 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接下来 再让我们了解一下 另外一个冒险家庭 这也是一个三口之家 女主人陈小金 和男主人宋寒宇 结婚六年 他们的女儿今年五岁 夫妻二人是时下挺时髦的 候鸟夫妻 我跟我老公 从认识开始 他就已经在上海上班了 而我一直在杭州这边 我们两个只能 跟周末的时候 才能像牛郎之女一样 相会一下 有时候我加班 一个月也回不来一次 家里的大小事情 包括孩子 都需要老婆一个人来照顾 老婆觉得辛苦 而当初有老婆一人 装修的小家 现在看起来 不仅有点审美疲劳 而且随着孩子的成长 空间也变得 越来越不够用了 我们家里的杂物比较多 有时候就显得比较凌乱 像这样的零食储物柜 我们已经买了两个了 但是还是不够用了 以后有些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了 设计师 这次你要好好帮我们想想办法 我希望我们的家 是一个温馨舒适的空间 有爱又充满生活气息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简简单单 不像一个家 倒更像是一个出租房 月圆 我们一起为设计师叔叔加油吧 设计师周童 曾轻而易举化解过 很多高难度的空间挑战 但这次48小时空间改造的难度 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刚开始看见这房子原貌 我感觉很崩溃 因为整个空间非常散 连一堵完整的墙都没有 全都是门窗门洞 我感觉这个要把这个做出好的效果 要不然就非常难 因为你想看时间这么短 经费又这么少 经历了短暂的困惑期 周童终于在音乐里找到了灵感 江一可人这头经典老哥异动的心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想家给人温暖充满亲情的地方 所以我把业主他们从结婚生死 以及旅游这些生活场景定格在这个空间 在他们有空的时候 看看墙上的画面 回一些经历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现在我们的红狼两队特别想去大干一番 是不是 十万市具备纸欠现金 我的手里各拿着一万八千元的基金 当中有一万元的由欧派家居集团提供的家装基金 还有八千元是由海洋变频公调提供的家电基金 说完这种话 两边你们还等什么呢 拿钱吧 再买家电去 走 有钱就回来回来 我还没有这个发令呢 现在 好了 现在准备好 48小时家装倒计时 现在 开心 我的心情有点坦克 而且又有点小期待 总之心情无畏杂产 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小潮 就看你的了 就看你的 时工开始 蓝队的首要任务是购买材料 不过这次搜接的地点 就让选手心中充满了疑惑 小设计 这里是装修脂肪掉顶的地方 我们这次叫装修客厅 为什么要带我们到这儿来啊 对了 今天呢 我们就是要用这种脂肪通的材料 给它做一个掉顶跟沙发的一个背景 是跟它那个顶上装的一样吗 对了 但是呢 我们不是像它这样子单一的一个造型 我们到时候呢 要给它年牢做一个渐变的效果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铝制的材料呢 它呢 比重量上比较轻薄 另一个呢 它的表面吧 是一个金属滚图的 然后呢 它不会像那种复合材料 有那种刺激性的味道 对它们家宝宝啊 也比较好 这个材料听起来倒是不错 但是 装修在客厅里面 红队 我正要为你们家担心了 不知道怎么办 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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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正在搬柜子的红队 可以说是出师不利 左挪右挪 发现这个柜子太长了 根本搬不进去 来去哪里 就差这个 就差这么一块 那走吧 那我们摆上去好了 从楼梯往那摆 我一天 我的天哪 六楼啊 这个找到这么多年多吧 谢谢 等一下 我这边抬高 走一楼的时候 特别是那个转角 磕磕蹦蹦好多次 好不容易通过了 那要终于转得多 太不容易了 这三几楼呀 到了三楼四楼 找到了一些方法 还算顺利 好像这样 顺多 然后 来 对 一下子那边 算是多了 这个方法 五三六三的时候 我一点见到人 体力严重透支 感觉到了吗 顺你的手 到了六楼 一屁股就坐在柜子上 腿都暖了 蓝队呀 你们家柜子 是我们从一楼搬到六楼的 我们可累坏了 对呀 腿都暖了 你们得请我们吃大大蟹 补补腿 而蓝队的紧张气氛 不亚于红队 我回来跟他说 去腿一堆 他把腿下来 然后他把等分等住过来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墙 包括这个鞋柜 我是坐成这样 一起过去 有个转角的 结果呢 他师傅呢 把这块漏掉了 然后从这里开始等分 比如说这样的话 我这个门就 差不多就墙爆退了 因为他这样 另外再加一块的话 做错了的装饰面板 能否被及时赶制出来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 再让我们把目光对准红队 你们在忙着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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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探班来了 哎呀 你咋子怎么了 好像心里还哑了 别提了 你说我这个容易吗 每个工地跑来跑去的 嗓子都跑哑了 真辛苦 是不是要心疼我的感觉 心疼 我也心疼你们的 你们在忙着呢 对对对 来看看吧 好了 这边怎么多了一个墙呢 我感觉这个地方 也没四个柜子 我才发现 我天哪 这是个柜子 对对对 啊 对对对对 还真是 哇 这空间还不小 看上去像一朵墙一样 它其实一个功能是 可以把两个空间 做一个区分 对 同时呢 这里边还可以收纳一些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造型好看 然后外表又实用 在我眼里 这是创意的 是的 你这个想法 真的我觉得 非常的棒 不过我再想一个问题 因为我之前看过 你在我们交换空间 节目里的表现 我们觉得你对色彩的运用 是特别的棒 所以我从一进门 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在找色彩 但是我找到的全都是七零八乱的 我觉得你们这个进度是有点慢的 这个一切进的掌握中 接下去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个色彩 就你的色彩还是要做的 对对对对 我这次色彩主题 基本上就是有两个词可以来形容 高贵 高贵 一个是性感 对对对 色彩 能够搞出高贵和性感 对对对 天哪 还要听我留一个悬念 不是你这样说完之后 不光我特别想听到 电视机前的观众 这个胃口被你掉得特别特别的高 对对对对 我们就等待着你最后的那个高贵和那个性感的结果出来 对对对 小说姐这块黑板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呢我们到时候要给他做一个电视背景的一个造型 这么黑啊 黑白配多酷是吧 我觉得我应该有点保留意见 更让选手不解的是 很多家具竟然也是黑色 在这块空间我把它原先的那种墙给它敲掉了 然后用一块放高的柜子给它代替 这样的话既起到一个储藏的功能 另一个的话把座位的空间也给它延伸过来 提到一个掌湿的一个作用 红队你们家全是黑的 简直暗无天地啊 说实话我真的还是很担心 而红队选手拆包装时的一个小食物 竟然给设计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下板在这么大这个窟窿 那你能换一换 换不了因为这东西都定制的 因为这个颜色很早有人会用 你看 好奇妙算是 那有其他的办法吗 这个我到底再看一下了 咱们想想办法看 设计师找来经验老道的技工师傅 一起商量软包的修补 不过眼见餐区改造就要完成 事情还是没有进展 老公 不知道设计师那块卵包问题解决了没有 是啊 不会再想这个问题 你看我们这一块已经装修得很完美了 就它这一块 我心里很不失之位 来了 别来过了 来 过来帮忙 你看 你还能做为二 就两块了 解决掉了 这个能好用吗 没问题 因为本身这边不是一个洞吗 我现在就是刚好这块有点长 我把它去就从那个洞口这块 那我们一分为二 来看一下 好 等一下 回去 回去刚好 挺合适的 对对对 来坐下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来 可以 我觉得你下次都解脱了 太感谢你了 没事 可以的 设计师我还得夸夸你 我特别喜欢这照片被顶强 你看他们家宝宝多可爱呀 他们家还经常出去旅游呢 你家人其乐融融 我感觉特别温暖 对呀 这个就是我的得意之作呢 因为我觉得家是一个给人温暖 充满亲情的地方 所以我把他们就是从结婚啊 生死啊 去旅游啊 去聚会啊 这样的话就把这些印象 就定格在这个空间里 他们有空的时候 比如说坐在这里啊 可以谈谈一起 回一些经历 这样我觉得这个 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还有我觉得这个卡座 不仅美光 而且还增加了很多收纳空间 你看这一排一排的收纳空间 可以储存好多东西 因为这样子 就是说业主本身就是有一个 土壤空间非常少 那么他家里本身就是说 门都很多 唯一的就是这一堵墙 跟这堵墙 就相对说比较完整 那如果说按常规的思路啊 那如果我这边做一个柜子 这边放一个餐桌 那么就是别人感觉很拥挤 那么我想到了就是一个 用卡座形式 就是既能满足它一个收纳 又能就是把这个餐厅的氛围 做得非常有情调 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大家觉得这个餐厅很温馨 很舒适 参加这次活动 我听说对方的设计是 这次改动买大的 我认为改动大不一定代表有创意 所以对于这次设计 我个人认为它是蛮有自信的 而蓝队这边一开始 就出现问题的餐区装饰墙 此时也有了新进展 然后呢这里呢 铁柜的功能 你看这打开吧 下面我们到时候可以放个鞋子 上面吧还可以换一下衣服 所以呢它又有装饰的效果 又起到了一个储藏的一个功能 那那个颜色还是这么乌气吗 不是的 这个呢只是我们现场做的一个底纹宝 然后呢到时候呢就是说 呃我们还要散个色的 然后到时候呢做好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复古的蓝色 反正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黑白胡蓝那三种颜色 搭在一起还是太闷了 难以想象出有那种糖果盒子的效果 再看红队 主持人坦白是留下的色彩悬念终于揭晓了 刚开始业主给我提出一个要求 他说需要打造一个温馨的空间 我当时马上就想到了 用那个腮红色这个颜色来做一个搭配 因为腮红色除了给整个空间会比较温馨之外 我个人认为会比较性感 而高步的感觉呢 我是通过用那个周膜绿来体现 这两种颜色搭配起来给人感觉就非常的惊艳 一般的设计师很少会有做这种尝试 设计师那边的颜色我能接受得了 但这个绿色我不大喜欢 太扎眼了 这个没问题啊 因为它本身整个空间 就是都是用那种比较橘色 塞红色感觉好 如果说这里用这种色彩 我感觉就是会比较过火 你知道吗 所以我让它降降温 而且本身它本身就是门都很多 等于空间闪嘛 那么通过一个聚光效应 把所有大家的目光都吸引到这边 这样的话就是说 看起来不会特别空洞特别闪 这样的话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还是不能接受 我觉得我还是喜欢黑白灰 蓝队你们好 忙着啊 你好 我来看班来了 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在把这个铝扣板给冰上去 这是沙发背景 沙发放在这里 对对对 设计师这样的一个设计 你觉得红队会喜欢吗 我觉得他们家应该够潮 就会够喜欢我的设计的 我们有保留意见的 他们家有保留意见 其实我觉得还好 因为这个真的全广一面墙 做起来的话 会挺有那种金属质感的 对对 挺时尚的 对对对 我看你这个顶上 也是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 我是做一个渐变的一个效果 到时候我还有一个黑色的码头 在这里会非常的酷 进度还可以吗 现在吧还是有点着急 因为吧门也没装 然后现在地板你看还是一塌糊涂 我都很担心的嘞 那你这句话我比你还要担心 你知道吗 你们有信心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把这事完成吗 必须有 必须有 同兰队紧张的施工状态相比 红队这边却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温馨场景 要不给叔叔阿姨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 好呀 好来我们到这里呢 十二位涉及大师 十二间超小户型 个性与时尚 创意与实用 交换空间特别奉献 小空间大设计 敬请期待 27平方 就相当我们一个酒店的小客房 怎么去分择空间 怎么利用空间 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作用可能就是我 影响中的办公室 设计师曾建龙 毕业于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亚太酒店设计协会 常务秘书长 接地国际设计首席设计师 这一次他设计的是一个 面积只有27平方米的办公空间 我们拿到这个 我们也很喜欢 因为只有27平方 然后呢 要呈现一个完整的一个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 同时不是给一个人做办公 要给一个小组团队去做办公 那在这里面呢 会有私密跟开放的一个转换空间 虽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 什么样的方式 让一个小组可以在这里面 可以接待客户 也可以工作 也可以私密地 谈一些事情的一个方法 一个办公空间 除了功能之外 还需要考虑哪些其他问题呢 还有呢 我们怎么去先写一个架构 那如果我是现在重新 去做一个公司架构的时候呢 我希望他有个主管 我希望他有个核心领导 我希望他有一个小组 五个六个团队的成员 能够在这里面办公 那我希望我客户到这边 来看案子的时候 我有一个区域 能够让他们去看这个片子 可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 一些可以有地方收纳 综合了这些问题 我们就对这个二十七平方进行了 平面功能的规划 到整个设计 到整个定位 所以我们用空中盒子的方式呢 去做了这个创业 我觉得这种空间的参差 错落盒子的这种结构 是我最兴奋的 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空间 去表达一些自己的建筑语言 跟一些游戏 就是这种游戏符号的语言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想去突破 我们传统家庭里面 无法表达的东西 在这个二十七平米的loft空间里 曾建龙进行了周密的空间布局 把整个空间分割成了不同的盒子 看上去彼此独立 但是互相之间又有互动 就是我们在楼梯的转换地方 我们多了一个吊脚的空间 那这空间呢 刚好是我们坐到了一个两米的一个高度 下面进空的位置 我们刚好坐着一流的一个两米 所以因为我是要按人体功能学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我们两米的一个高度 人站在那个地方不会难受 坐下来办公的时候很舒服 在上面还有一个主管的位置 可以在上面办公 但是呢同时呢 它的在那个地方办公 它是跟下面的员工是开放的 所以它很容易管控跟交流 往楼梯走上走呢 可能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主管办公室 就像创业的核心COO的一个办公地方 但是那个房间它又是可以 可以办公可以接待 就是也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 一个管理层的一个中心点 而且我们其实整个没有分割 我们是以透明玻璃来呈现 就是说我的主管也可以看到下面的 部门经理跟下面的职员的整个互动关系 除了办公的空间 杂物的收纳也是必不可少的 茶水间那边我们做了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移门的书柜 那一开那个书柜以后后面就是一个茶水室 其实因为员工呢 包括我们的客人茶水室经常会有很多杯子啊 很多比较乱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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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呈现出来 那里面还可以放咖啡机啊 可以放饮水机啊 那还有些纸杯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堆到里面 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外观 对于办公室的设计 曾建龙认为除了功能造价之外 更重要的还在于环境的氛围 那因为现在越来越强调就是说 办公如家的感觉就是说 你的办公室不要坐得太冷太酷 而是要坐得很温馨 第一你要让你的员工在这里面工作很放松 第二个你要让自己愿意留在办公室去做事 第三个呢 你要让你的朋友或你的客户 到你的公司里面觉得很轻松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 好了 接下来又是到了旧物改造的环节了 现在每个家庭啊 都会有那么一台或者两台 甚至多台的电脑啊 这个电脑每天敲键盘 键盘很容易敲坏了 坏了之后 丢了点可惜 怎么办呢 到底这个用旧的键盘 坏了的键盘 能够改造成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一块拭目以待 老婆 这非键盘怎么改 我觉得吧 改的东西有寓意的 胜出的可能性大一点 什么东西比较有寓意 做一个吉祥如意的中国节吧 嗯 但是用这个旧键盘做中国节 怎么做呢 我们用那小的一粒一粒的做那个中国节的圆 用这个长的那个空格节拼那个梦子 那我们把里面的梦子碰成红色 把外面的圈变成蓝色吧 好的 而且那个红色的梦比较吉祥 然后红的跟蓝的搭配颜色对比又比较明显 祝愿每个人都能圆上自己的梦想 嗯 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我们旧我改造的成果 不错吧 它不仅美光 而且制作过程简单 需要的材料也不复杂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硬质板 白纸 灰漆的出镜盘 双面胶 以及泡沫胶 首先我们给硬质板包上一层白纸 给它美美容 然后我们在包装好的硬质板上 勾勒出马的形状 接下来最重要的环节 就是将剑帽粘在沟沫的轮廓上 当然少不了泡沫胶 如果你觉得画面不够饱满的话 还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方式 所以我在我们这部作品上 画了一些草 以及写上马到成功四个大字 希望大家在马年 马年吉祥 事业马到成功 好了各位又到了本期节目 旧物改造揭晓答案的时候了 那本期的命题是电脑的这个键盘 如果是键盘 大家会想到改造成什么东西呢 如果是我的话 就改造成围棋 一边涂成黑色 一边涂成白色 这样就可以下了 对不对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想法 选手们比我可聪明多了 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键盘改造的一个红色的中国节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 都能圆上自己的梦想 大家想在马年有个好彩头 那么就投我们一票吧 祝大家在马年吉祥 马到成功 接下来就是投票的时间了 将会由现场的50位大众评审 来决定到底哪对获胜 其实两个的作品我都挺喜欢的 但是后来我投了蓝队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做工的话 可能更难一些 更阻杂一些 我投的是红队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马 而且我老公是属马的 我希望我老公在马年能够 就是一帆风吹马到成功 现在投票已经结束了 投票的结果呢 也在我的手上了 我要告诉各位的市人 他们的差距不是很大 一个是27票 一个是23票 但问题的关键是 到底谁获得了27票呢 获得27票的就是 轰队 哇 这么大 这么全的一个工具箱 喜欢吗 喜欢 来送给你们 好了 你们的奖品是 由交换空间栏目出的 48小时加装魔法的书一套 好不好 好 回家一起休息一下 现在我们的这个 旧物改造的环节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这个环节会更加让人觉得 啊 惊心动魄 充满了期待 是什么 交房 交房 他们都好冷静啊 好像只有我激动一样 因为他们的激动 是留到待会儿的 走吧 咱们收房去 四十八小时改造结束了 这次我最大的亮点是出现的餐厅区域 这里我用定制的壁画记录了一家人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让人充满回忆 而定制的卡座不仅在色彩上丰富了空间 也满足了业主对储物的需求 第二个亮点是玄关的设置 这里用了远古的造型和参数的吊顶 遥香呼应 让整个空间更为和谐 而后面烟团的存物柜也增加了收纳功能 所以玄关是有一举两则的作用 第三个亮点是色彩搭配 整个调子是以三红色做骨极调 然后以苏红折石来丰富整个空间的层次 用主母粒做重色处理 让整个空间写得非常灵动 这次色彩的大胆处理 是我个人对色彩美学的一种理解 不知道叶族两口子能不能接受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搜访吧 两位恭喜你们到家了 哇 好激动 你不知道家里变成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们啊 设计师给你们设计的这个家的这个主题 叫做异动的心 很心动啊 很心动 我觉得是粉红色 你感觉是粉红色是吧 对 你感觉好像还挺准不准准不准 不告诉你 好了 来 马上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 哇 哇 哇 这么巧合好看啊 哇 是我的家吗这是 对 没有走错门 就是你们两个家 哇 这里 这里 这个餐厅我好喜欢啊 哎呦 这是餐厅 哈哈哈哈 都是我们家照片 哦 你感觉 这感觉太好啊 那个小女孩是你们的 宝宝 好可爱啊 这是几个 呃 八个月的时候 还有全家老小一块出去玩的照片啊 是的 特别温馨是吧 是的 而且跟我想象中的非常不一样 我本来以为她就是给我这种相框一样的一个一个 一般都是那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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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她给我整个那个墙都坐起来了 对 没错 这个就是视觉冲击力会更强 是的是的 所以说有时候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你还在这吃饭 或者是从这走来走去 看到这些照片 就会回忆起很多过往的美好的回忆 对吗 对对 哎 然后这个凳子我也非常喜欢 这个卡送你也很喜欢 对对 卡送我们来坐一坐好吗 好的 好的 那我们家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人会比较多 然后可能就四个凳子的话 不够用 对不够用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就十七八个都没问题 我觉得 而且卡送我觉得比凳子坐起来舒服一些 是的 更重要的是 有种沙发的那种感觉 对 做人沙发想吃饭 更重要的是你在这吃饭呢 你的屁股底下还是储物空间 真的啊 对 可以多 哇 这一圈全部都是啊 来 哎呦 我们这边来看啊 好 你看 哇 全部都是这一圈 哦 这才厉害的 他把我那个想要挣扎储物空间的那个那个那个想法给实现了 谢谢设计师 没错 因为空间本身并不是很大 但是他要把它都满足了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功能 多用处 哦 还有这边 你要说到储物空间 你看这儿 对 我们看鞋柜 原来你们的鞋柜是没有这么高的 现在给你们坐到顶了 哦 底下是鞋柜 你看 嗯 放鞋子 对吧 嗯 好 那么上面 可以放衣服什么之类的东西 别的放进去 哦 嗯 等你夹到顶了 没错 所以这样就增加了他的一个储物的空间了 对这块你们都非常满意是不是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谢谢设计师 就会说这一句话的 来 我们来看看这边啊 这个设计师可真的是用了心了 你不是想加一个东西吗 对 他就给你觉得加一个柜子的话呢 可以增加储物空间 但是不好看 怎么办呢 他把这个设计成一个弧形 而且这个弧形 你看 跟这边的这个吊顶的弧形 正好有天然在一起 哦 而且我们看这边 嗯 是柜子 哦 这也是一个柜子 对 这里面全部是储物空间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对 沙发都是新买的 茶几也是新的 哇 这个沙发喜欢吗 喜欢喜欢 喜欢喜欢 喜欢 我叫那个门员换成隐形的了 哎 很好 这个我探班刚刚特别留意过这一点 设计师告诉我 这也是你们特别想要做的 是吗 是的 当初设计的时候 那个我们原来那个装修公司 给我们这里装错了 本来我们的初衷就是想做一个隐形门 然后他给我们装错了以后 让他给我敲掉 我说算了算了 你做不好就给我 做那个正常的门就算了 然后我当初就把这个想法 跟设计师说了一下 嗯 他当时就没有跟我说 说要给我怎么做 但是他就把我做成隐形门了 我很激动 完全满足了 我都想哭的感受 对 完全满足了 想哭就哭出来啊 这个设计师特别有心 可能你跟他说的时候 他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对对对 其实心里的 记得都特别清楚啊 对就把我说的都记牢了 就很感动 所以这个隐形呢 做的也是非常满意 嗯 是的 嗯 而且整面墙看起来就会很漂亮 都是一个整体校图 很完整 对 也很有气势 是 如果我们转过身来 再看看这边的 这个色彩搭配啊 也挺有意思 你看 整个这面墙是 漆的是绿色 对吗 绿色 然后这个凳子是橘色 然后沙发的抱枕啊 包括地上这个地毯 你看 绿绿色的 设计师告诉我说 因为他对色彩是比较有研究的 嗯 所以他就采取了这么一个 看上去挺五彩斑斓的颜色 在这个客厅里边 嗯 但是他也担心你们能不能接受 这种颜色 这个完全能够接受 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子 肯定会是他 非常喜欢这张彩色的时节 是吧 对 小孩子肯定会喜欢 肯定会喜欢 大人喜不喜欢 喜欢为什么 肯定喜欢 而且这个绿色 我觉得这家里有这个绿色嘛 刚好弥补了那个缺 我们家缺少了那个绿化植物的 那个缺点 你眼睛看着会非常舒服 喜欢 这还真是 绿色会让你有一种眼睛很放松的感觉 对对对 完全喜欢 两位 抬头 灯 哒哒哒哒 当然要换了 总体造型的特别 如果是我女儿来的话 她肯定会想把这个给揪下来 她会很喜欢这个东西 好在她没长那么高 现在还小 就会来麻烦了 就是她最喜欢的这种 就是跟钻石啊 吊坠一样的东西 就是她最喜欢的 这个家的总体设计你们满意吗 满意 非常满意 我满意 我也满意 你他满意 我也满意 大家都满意 谢谢 我听说你好像是经常在外地工作 是不是 对 然后你就会经常想这个家 对家的这种无限的眷恋 无限的依恋 异动的心 你们懂了吧 这一刻 我谢谢 心动了 你俩先拥抱一下 老婆我以后一定会 走走回来 你看你 你觉得回来是看老婆 还是看这个家的 看老婆的 在这个温馨的家里 看老婆 对了 说了 好了 在这么温馨浪漫的时刻 咱们要做点浪漫的事情 对不对 对 老婆 六年多的时间里 我一直出差在外 经常 很少人回家 那么家里的大小事情 包括孩子 都是由于这个温柔的肩膀 来 孩子小的时候 他经常生病 我经常要抱着他 在小区门口逛啊逛 为了让他好好的入睡 把这些包子 我就在这里 知道有人说 阿杜的歌 他是这么唱的 是你让我翻破 爱情的秘籍 四个字 见识笑比我 不管有多苦 我会全心全力 爱你 告别 我一直觉得他不理解 今天他说了这个话的时候 我才知道 其实才一直都知道 只是他没有告诉我而已 也希望你们能够就是 记住今天的 彼此带来的这份感动 能够相亲相爱的 走下去 本次我的设计主题是糖果盒子 最大的亮点就是储物工门 有引擎的盒子 就是金纹的鞋柜 有超大的盒子 就是玄关柜 有开放的盒子 也有色彩丰富的纸盒子 希望他们在我这个糖果盒子里 幸福的生活 我这个糖果盒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不一样 是我们家吗 就是你们家 真的很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 变化特别大 是不是 对对对对 特别是那个玄望 我们原来这个是一股墙 对 也给我们加框了 是吧 设计师把这个墙给打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考虑 你看那边对着卧室嘛 然后一进门 门打开的话 阳光光线会特别好 会比较中透一些 在这个位置 这儿放了一个小收纳盒 我觉得特别好 整体的感觉好像是我需要的 首先这儿 你说这儿多了一个储物空间 是不是 对对对对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哦 这儿鞋柜 一进门 你看 拖鞋子比较方便 对对对对 原来什么你说 原来这边有个鞋都是在这边 而且很乱很乱很乱 是吧 因为黑白灰它是很大色 对 然后加上其他一些其他的一两种颜色 正好符合我 我要的那种 哎 太棒了 看一下背后 耶 坐一下 要不然穿鞋的时候 穿鞋的时候 比如说没有凳子的话 这样的话 真的很好 没错 这个悬瓜我特别喜欢 这个悬瓜这里也是一个储物空间 咱们可以看一下 设计师真的太感谢你了 我之前真的很大 这就是我的愿望 我跟这个意思说 因为加上其他东西特别多 它用的蛮特别多 我就说你想要一个特别大的 空间要大一点储物是吧 对对对 而且我告诉你 在这个玄关当中 不光是这边有双开门的一个柜子 那边有一样大小的一个柜子 两边都有 来 好 咱们再来看 这是一个餐桌 我想说的是底下的 原来就是你的那个餐桌 所以是把那个玻璃板给拿掉 然后加了一块板子 板子的颜色也变成了黑色 就是为了跟家里主色调的配合 这餐桌你们会喜欢吗 喜欢 喜欢 绝对喜欢 我以为买新的呢 我说那天设计师也都放了一个新桌子 哈哈哈 为了意外惊喜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手排五在这儿呢 在这儿 哈哈哈 我说多了一个门对不对 对对对对 真的多了一个门在这儿你看 这个门 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做这个门 你看 如果没有这个门的话 那么洗手间和这个卧室就直接对上了 另外呢 如果你们在外面看电视的话 孩子在里边睡 在卧室里睡觉 这个是比较吵的 尽量会吵到 就不会吵到 对吧 声音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直接从这边传到 对 所以这个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原来这座墙跟这座墙相当于是两个板块的 对对 现在连在了一起 我感觉好像有整体整体效果 对 更好 没错 跟我们家原来的风格真的是 大象径庭啊 完全不一样 来我们到这边看一看 好 这边是他们家里面这个电视墙 整个全是一个黑色的材质 那么事实上我讲一下 上面呢 可以放一些收纳盒 嗯 糖果盒子嘛 对对对对 哎 原来是一个糖果盒子 你跟我讲糖果盒子 我还还以为有好多好多颜色 你以为一屋子都是糖果 是的 所以我们两个 所以我当时很害怕这个结果 现在听到 现在看到这个整体的效果 我先一下定下来 哈哈 而且上面也都能装好多 对 装两个射灯 这个是为了打成灯光的效果 这个家里面 它叫糖果的盒子 所以盒子的元素是特别多的 你知道吗 对 比如说像这个 这是一个开放的盒子 它是一个 从侧面看是一个C字的形状 对不对 这是一个开放的盒子 还有这些很漂亮的盒子 很多很多地方都 包括这个茶几 它也像个盒子一样 包括我们进门的鞋柜 所以设计师告诉我 希望你们两个人的生活 像在一个美丽的糖果盒子里面一样 甜甜蜜蜜 喝喝满满 谢谢 谢谢 小曹 我太爱你了 小曹 最棒 这个灯漂亮漂亮 这个灯 灯色的太漂亮 这个灯真的很特别 我问设计师 我这个灯给你什么感觉 他说酷 这一个字 这个灯特别酷 说真的打扫起来也方便 很爱 比较爱 是吧 太好了 来我们到沙发做一做 这沙发 沙发套 对 沙发套 太好了 他这个沙发的色彩的选择 也是为了跟整个房屋的色彩搭调 然后这个茶几 这茶几也帮我放了一个 现在这样统一了一下 我感觉非常整齐 很多东西可以放在这个底下 这样就不会导致上面很乱 挺美观 而且挺实用 非常实用 我是讲究实用 一般女主人都是这样 对 他之前就想 家里如果说 储物空间多一点 然后东西都放在储物空间里面 整个家里就显得整齐 你说到储物空间 你看你的左手边 之前我们这边是空的 对 把你拔一个脚 没错 它增加了一块出来 增加了一个储物空间 这我喜欢 我们来看沙发墙 这个沙发墙 这个沙发墙 你看设计师选择是这样一个 还是别人家里可能掉顶的一个 他选择在这 然后它是一个渐变的感觉 这边很密 对不对 越往上边的松一松 这样一直延续过来 整个这面墙一直到房顶上 都是这样的一个材质的感觉 喜欢吗 这样呢 喜欢喜欢 我们家窗帘也换了 窗帘也换了 这窗帘好看吧 好看 好看 如果用第一句话来形容一下 你们的感受的话 你会说什么 好 好 好 每续三个好 你呢 惊喜连连 惊喜连连 因为我感觉一路走来都是不断的惊喜 所以说给我感觉是惊喜连连 你刚才说到惊喜连连 对 你已经有惊喜了对不对 有 可是有人还没有惊喜 怎么办 我给他 时间交给你 记得你怀孕32周的时候 我们去医院 然后我们发现 凉水在最低的那个标准线 医生当时叮嘱你说 你必须多喝水 如果说不喝水的话 万一发生问题的话 后果很严重 那天你回来 把手机 调上闹钟 每一个小时 想一次 两天时间不到 一桶水就喝光了 那段时间 你整个人虚胖虚胖的 看起来像大熊猫一样 虽然胖 但我爱 吴敏 你辛苦了 我爱你 一生 一世 巧克力 玫瑰 代表我的心 谢谢老公 老公 如果有下辈子 下下辈子 我还要遇到你 还要和你成为夫妻 让你不要爱我 好了 咱们泪也流了 话也说了 也感动过了 接下来 我们还是把我们的设计师 还有我们的蓝队选手 请出来 哈喽 我 很惨 你们喜欢就好 按照我们节目的规则 在这个环节 还是要来给设计师的作品 要打一个分 我们手里会有四张牌 每张牌代表了一种情绪 比如说有大笑 大哭 生气 微笑 你心里想什么 你就举什么就好了 好了 准备两边 3 2 1 举牌 看一下 哎呀大笑 哎呀还是大笑 看来你们对设计师的表现 都非常的满意 是吗 是的 相当满意 好了各位 节目看到现在我们本次 杭州之旅的交换空间的拍摄 有了一个圆满的大结局 我们要特别感谢每一位设计师的 亲情奉献 同时呢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红蓝两对家庭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我想这些故事不仅仅是打动了我 而且更关键的是打动了电视机前的千千万万的观众 我也特别希望你们都能够来参加了我们的交换空间的节目 我们会给你一个美美的家 同时让我们一块来分享你们的爱情故事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特别感谢欧派家居集团给我们提供的家装基金 还有海尔电屏空调给我们提供的家电基金 感谢对本来我们的大力支持 在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喊出那句话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交换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交换空间 情感的故事 两个有几棍可夹的房子 两个有几棍可夹的房子 只要别和从前一样 电钻往往下 满天全飞扬 每个人都是一个花脸庞 你家很漂亮 这次参加招晃空间 我感觉心情像货山车一样 呼高呼低起起伏伏 相当刺激 在设计过程中 一直遭到大家的质疑 一直让我一度 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但是看到最后 能够完美的收房 我真的也很欣慰 以前做设计 霍东部长都会受到一些限制 这次参加48小时改造节目 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发布空间 很过瘾 千金奶奶美人笑 今天设计师完美的改造 能和我老婆开心一笑 直 然后面传